去年2月 雷女士在杭州美来医疗美容医院 做了龙鼻 开了双眼皮 据她说 从去年下半年开始 鼻子就慢慢变形了 你看这个上面是吧 这两处凹脱不平 然后这个鼻祖歪掉 然后这里她跟我说 长的是那个什么 长的那个叫什么 真身 然后这个里面 里面那个骨头已经滑下来了 现在家里面 我家里面 现在我老公吵着 每天跟我吵架 我妈天天骂我 现在真的是心理压力很大很大 雷女士说 2018年2月份 在朋友的介绍下 她花了6万多 在杭州美来医疗美容医院 做了肋软骨综合龙鼻 和重剪成形术 去年下半年 右侧鼻梁上 陆续出现两处凹陷 今年年初 鼻柱这里开始不对了 这位顾客来院之前的话 她的鼻子并不是原始鼻 她是有注射过不明物体的 那么在做手术时 我们是将这个不明物体取出 但是我们也明确告诉过她 我们肯定是尽量会帮她取出 大概是在90%左右 尽量取出 那么当时在术前的时候 她也有签了这个术前知情同意书 按照这位吴主管的说法 在雷女士签字的术前知情同意书上 已经告知手术可能有一定风险性 和不可预料性 吴主管表示 雷女士右侧鼻梁的凹陷 可能跟原来的甲体有关 在取出的时候 她因为都是会有损伤的皮肤 那么我们的东西甲体放进去 它是一根直的甲体放进去 是肯定不可能会出现的 那么也是不排除 就是说她之前的这种注射过 不明物体之后引起的这种情况 如果你给我睁睁你的眼睛 给我看清楚这些照片 是什么样的 你看清楚 看明白一点 你看一下我这个鼻子有没有问题 你来了你眼睛瞎了还是怎么了 看不清楚吗 现在鼻子一出现问题 你来跟我说拿这个事情 一直不停的拿这件事情来跟我说事 你这个叫事吗 此外关于鼻柱出现变化的原因 雷女士和美来方面的说法也有出入 她说给我长的是那个什么骨脂增生 谁说的 就医生说的呀 就他们现在付那个什么精米啊 这一块 那天也专门去问了她的主治医生的 那么医生也说这个呢 是疤痕增生的原因 建议呢她打这个疤痕软化针 那个骨头都掉下来了 你还要打软化针 你有没有搞错你 我也问过主治医生 那么也是说是有可能是两个人的沟通上 存在了这个理解上的误差 难道我耳朵聋了还是什么了 我七了八十了听不懂啊 协商下来美来方面提出 可以帮雷女士修复或者给雷女士一万块钱 雷女士要求退五万手术费 双方没有达成一致 雷女士考虑通过一条会进一步维权 优宝恒健 其实报道 两个人都没有 我需要 我再看你 我都订阅